生命在於運動 魯Sir和嘉賓分享運動和跑步的經驗 魯Sir支持跑步與健康 我們這一集繼續請來馬灣三藏市 繼續談談有關跑步融入社區 跑步參與選舉 或者其他活動的情形 三位早晨 你好 早晨魯Sir 我是魯Sir 我是阿熊 我是Kevin 你們住在馬灣 馬灣聽說有一個環刀跑 你是怎樣的呢 最近有一班我很欣賞的中學生 來到馬灣 所以我們不得不用一節時間 嘗試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小小的活動 背後的背景和意義在哪裏 其實我們剛剛完成了一個活動 之後我們都覺得很多得著 其實就是我們有一間學校就是西貢崇禎中學的長跑隊 他們就有一個計劃就是想在香港找一些島嶼 環島去跑 其實背景就是他們的長跑隊在五月的時候就在沖繩 用了五日時間完成了一個環島跑 就是他們學校的高年級的跑手 在老師的帶領之下完成的 證明了他們學校的長跑文化是非常之深厚的 他們就有個計劃就是回來香港之後 就帶回他們的師弟師妹 其實好像聽說有一兩個就是剛剛六年級準備升中一 另外可能是低年級中一至中三的師弟妹 總共三十幾個人找幾個香港的島去跑 他們剛剛已經跑完了青衣的我知道 接下來也會跑香港島 中間也是想來跑馬灣 我們接到這個project之後就十分之興奮 所以我們就想了很多計劃 怎樣令到他們今次的環島跑多一些得著 不是只是跑步那麼簡單 阿倫sir又交給你了 首先就是我們在一個組群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有五六七位的街坊就舉手 然後就第一步是什麼呢 第一步就是請假知道嗎 請假 因為我記得是星期三 星期三下午就是 七月十七號一定要請假 結果有十位街坊就真的要不需要做 要不就要請假 這個最重要的第一步是請假 因為要賺錢 其實請假都不簡單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朋友都很忙的 那我自己為例其實都 那個禮拜剛剛都幾多 Office都幾多事情做 但是都想想想想 這麼有意義 這麼好玩的活動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請半日假去幫忙 我除了請假之外 就是最近六七月都很多事情發生 所以我也是當十七號下午的這個project 是我自己一個給自己放鬆的一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鱷sir應該是一個社工來的 是啊 是啊 他是社工現在多時之秋 我們經常都社工都走在前線 可能你們在前線的時候 有機會就見到鱷蛇的真面目 不過在前線上面我們是保護青少年 但是在馬灣那天我們就是欣賞青少年 在沖繩帶過來的那種堅持 是不是呢 我們一會兒又要講一下 那天說熱到秋根 就是十七號的馬灣 我們又看到這幫年輕人 那個互相的照顧 是不是 那種的忍耐 這種精神真是我們做大型的 都要學習一下 那條路線其實設計是怎樣的 我去過馬灣 其實馬灣其實環島跑好像有點困難 它不是一條路可以環島島的 我們將環島的定義 就寬闊一點去處理的 那環島有很多定義 有些人就說要捆了邊 就是香港島要跑了六十幾公里 捆著邊這樣跑才叫環島 那我想我們的環島的定義 其實就是說 將島裡面一些比較值得跑的路 或者一些對於了解馬灣 可以令到它更加了解馬灣的路 包入我們的路線那裡 所以我們在設計路線那時候 未必說一定要很嚴格的 一定要去環島 反而我們在想 有什麼地方一定要去跑到那個地方 才令到它更加認識馬灣的呢 這個反而是我們設計路線的重點 馬灣其實也是有些古蹟的 是啊 大把古蹟 那些古蹟是什麼呢 還是沒有人管的古蹟 那所以呢 我們接到這個project 首先就是 我們就要研究一條 人家跑完百五公里來的嘛 我們沒有由給五公里去跑的 對不對 所以那些朋友就設計了一條十公里的 那我十公里呢 我知道呢 那些跑手呢 都真的度過 GPS 走過一次的 那條路線呢 就是在那裡 就想 我們都想 攀登一個大領頭 就是馬灣的最高點 那但是呢 最近呢 就是那條路呢 就有些樹呢 擋住了 所以呢 有街坊呢 就特意呢 拿一把鋸 之前那天呢 就鋸開一些枯木 好使呢 那些這班學生呢 那天呢 就跑得流暢一點的 是 因為我們平時幾個人跑呢 就算有那些木呢 都這樣攀過就算 那不是那麼緊要 因為這次呢 由那些同學仔 加上我們的義工朋友 加上呢 就四十幾五十人 那如果你說 個個都要一步一步 慢慢地攀過那些樹 就比較麻煩 那所以就 這位很熱心的街坊呢 也都 真的借了把腳 前一天 真的終於呢 就去幫手 就鋸了這棵樹 那令到那個路線 就更加暢順了 還有呢 有些的地方呢 都特意要去跑的 但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呢 我們特意跑去 馬灣南 一塊平地那裡 其實呢 那個意思就是 都告訴學生 這塊地呢 政府呢 本來是固著我們 就想發展的 不過我們馬灣呢就是呢 喂 你交通都搞不好 你還塞二三千人進來 對不對呢 所以呢 就是我們將馬灣裡面 一些人和市 都想藉著那個跑步路線呢 就慢慢呢 希望呢都給那些學生呢 既然是跑 既然是訓練 也都是認識 就是馬灣的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 這個project呢 好像阿倫sir那樣說呢 就是馬灣南的發展呢 就是我們馬灣的居民呢 都是很關心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將這件事 都分享給那些同學仔 那麼現在 據我們所知道呢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肯定 其實這個project呢 究竟現在呢 是叫做 暫緩 撤回 還是受終正寵 那麼 據魯Sir的經驗呢 政府處理 通常是這樣 雕探之後呢 那麼他就會 繼續發展 然後呢 就很多人出來反對啦 很多意見啦 總之呢 就在某些原因下 會繼續發展的 這個是我溫馨提示的 多謝先 不如說回路線 那些古蹟的部分 好嗎 阿倫sir 是啊 我們就 古蹟部分呢 一跑就不是跑的古蹟 不過我們現在抽出來說一下 其實呢 馬灣呢 就有個很重要的古蹟 就叫做九龍關 是 那裡應該我知道 有那些文物出土的 香港政府很多時候呢 對文物的保護 就非常好疏忽 很多時候呢 等它自生自滅 是啊 九龍關呢 就是一個呢 在清朝的時候呢 就是香港 割地給人家啦 然後呢 借地七英尺 總之呢 在馬灣裡面呢 就有一個類似的一個碑 就起了出來的 但是呢 這個 跟殖民地有關的古蹟呢 其實呢 現在呢 竟然那些亞仔 那些呢 全部慢慢掉下來 但是呢 沒有政府的人來理 的 我告訴你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 穿著白色衣服 然後拿個鎚扔爛去呢 我想都沒有人會抓我 其實這件事是很可惜的 因為呢 據我們所知呢 這個碑石呢 現在呢 都還沒有法定古蹟 只是 在政府裡面呢 只是二級的民物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所謂的二級民物 其實意思就是說 好像鵬sir所說 你第二天 如果就這樣 一下子 劈走了它 或者有些居民 或者怎麼樣 是覺得看不過眼 要將它清走了 其實在法例上 是沒有任何保護的 其實那個碑呢 就是其實在馬灣的海邊 其實呢 也都是給人感覺 就是以前呢 就是一百多年前的香港呢 其實呢 那個海港呢 其實很多外國的人呢 就是經船進來香港的 那就是呢 那裏就借地 七英尺呢 就是那時候 你知道那個殖民地 年代 我們各樣香港 之前的那個背景 那我覺得 是很重要的一個文物來的 因為這個是實物 作證了一些歷史的描述的 是一個實物 是非常之重要的出土文物來的 是啊 那所以 其實那天呢 除了跑步之外呢 我們是 所以想那些同學仔 可以知道多些 那也都希望呢 他們在認識古蹟的時候 是多些趣味 那所以其實 在幾個這個文物點那裏呢 我們是安排了道賞員的 那麥sir是其中一個道賞員 另外也都有街坊呢 就在 剛才九龍關借地 七英尺那個石碑那裏 在那裏做道賞 那當然不是道賞那麽簡單 我們令到他 為了令到他更加了解 那時候那個時代背景呢 這位道賞員呢 其實借了一些 清朝悲憤 飛笨的cosplay造型 就是穿著好像一個飛笨那樣 來講解那裏的歷史 那麥sir就更厲害了 他就 啊 不如你自己說 你扮鬼扮馬 你扮了些什麽來到 跟著我們一起跑 然後就在那些古蹟那裏做道賞 不如你自己說吧 那裏街坊就做 扮清朝的娘娘 然後就講九龍關 是不是呢 很match 那我呢 幫手扮什麽呢 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一個元祖 是的 是一個祖先 那麽其實呢 我們馬灣呢 其實呢 在九七之後呢 發展商呢 起樓的時候呢 竟然無意中呢 在馬灣的東灣裏面呢 就發掘了一些 以前的古物 除了一些清童 或者清朝的年代的東西呢 就發現了十五具 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鞋骨 所謂的新石器時代 即是現在推算是五千年了 五千年了 即是說呢 五千年之前呢 其實呢 馬灣已經有人居住了 哇 這個非常之有趣 和非常之有價值 那年前呢 老薯成進去 原來有些歷史的文物在這裏 你現在的保護情形是怎樣呢 那時起樓呢 就是呢 就暫停起樓 然後呢 政府就給了好像幾個月的時間呢 就給停止發展商起樓 然後呢 就有一些的考古學家 就來香港呢 就要極速地呢 就用這短的時間呢 去開發 那其實呢 你一陣一陣 就是清朝啦 然後就明朝啦 其實一去到新石器時代 其實呢 我們在想的 就是呢 如果再給足夠的時間呢 考古學家呢 其實呢 更可能 更多發現的 是啊 不過 現在就是呢 經濟的發展呢 就比一切更重要的 在九七年代那時候 所以呢 考古學家呢 只是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呢 就盡量去開發 現在來 留給我們去 去認識歷史的呢 就是呢 馬灣上面還有一個堯的 一個是 清朝年代的堯呢 就是做一個 做一些瓷器的古蹟啦 但是這個堯呢 都是 你說現在 在我們馬灣的文物館那附近的 不過整個文物館呢 那個的管理呢 就是交給發展商的管理的 發展商的管理呢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呢 就沒有什麼管理員啦 有時候冷氣又壞啊 電視機播的那些影片 都仍然是 4比3的一些影片 很舊啦 是啊 完全都沒有更新 我覺得 有些可惜的 那15副的鞋骨呢 喂 都不知道去到哪裏呢 現在說真的 都不知道去到哪裏 我都想問 就是15副 生死時代的人物的鞋骨 是啊 我懷疑去了內地 我覺得非常之珍貴 我都說第一次聽到 我們有機會都會參與 原來馬灣其實很多文物在這裏 我都想知道 其實馬灣是一個島來的 那是潮濕的 它在高地還是哪裏發掘呢 我都有興趣想知道 在現在的海灘附近 海灘附近 海灘是濕的 是啊 是啊 我們非常之有興趣 可惜 如果建了樓之後 從事就埋沒了 沒有機會發掘 我們對文物的疏忽 和對本土文物的保護 非常不足夠 所以有點軟識 所以這兩個點 都是重點介紹 九龍關和文物館 然後這班西貢純真中學的學生 其實那天分了兩隊去開跑 一隊是師兄師姐級 一隊是師弟師妹級 其實師兄師妹級 我們有些街坊分兩隊去做 首先我們一跑去這個雷水廠 然後馬上上30米的配水庫 爬升是30米 然後其實那天的路線 我們都想讓它看到 我們平時的跑步路線 所以我們平時跑的地方都會包括 有上有落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的環境都是這樣的 就是有上有落 例如我們那條跑步路線 我後來看GPS的紀錄 加上累積爬升 都有二百多米 其實都頗辛苦 再加上那天 其實是一個很危局 很滿熱的天氣 我們甚至乎 看到有些 因為那天下午才下了一場雨 下雨之後 直接看到地面是出煙的 展現有霧氣 我第一次看到 但是我假裝鎮定 因為我不會說 哇很熱很危險 我不可以把 令到那些學生害怕 所以我們很鎮定 是不是 所以我們第一次見 我們其實都已經有準備 根據我聽他們說 往時他們都是 那些同學 自己預備了自己的水 這樣而已 我們都因為這樣 都知道天氣滿熱 我們自己都在自己街坊組織 就在那個預計 在那個大概五六公里的位置 自己幫他們擺了水站在那裡 給他們就可以加一些補礦力 有些水果 或者有些水 誰知因為那個天氣實在太過滿熱了 我們預備了的水 補礦力和水果都不夠派 結果第二組來到那時 那些水都不夠 那我們馬上就找街坊急叫 大家再馬上補一些水回來 那令到他們才可以在下半程 有足夠的水去到 繼續完成下半程的路程 那跑步的常識告訴我們 每隔半個小時 或者五幾步 沖一次水 是最科學 最合理的方法來的 當然啦 如果是天氣滿熱的話 我們可以加密一點的 那我知道 那馬灣的最高點 是一個交遊徑 向上攀登 攀登的最高點 應該看到青馬大橋 是不是那個位置呢 是啊 那個位置叫做大領頭 那跟我們在紀錄看到 就不算很高 69米 那但是如果你有 你是由地下那個 零這樣去跑 跑上去69米 一口氣 其實都幾辛苦 尤其是那些同學仔 有大有小 最小的那些可能六年級 Form 1 這樣 那所以 但是見到他們 很努力這樣去跑 那所以我們都 都學到很多東西 在他們身上那天 那個地方我記得是 很開揚的 如果要拍攝 青馬大橋 那裡是一個非常之理想 是很特別的東西 平時青宮是看不到這樣的環境 看到青馬橋 然後可以遠望這個大霧山山頂 那個是我們就差不多 因為我們每次有新街坊 加入我們跑步組 我們一定帶他去跑那裡 因為那個位 拍照真是一流 看到青馬橋 丁九橋 然後天氣好那時候 真的看大霧山 那個景色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 所以那個位置我們都停了很久 每個同學都幫他拍照 因為那個位置 就跟平時青宮跑 我們經常可以拍到青宮 但是我都上過去 原來那裡是可以居高臨下 看到那個拍到馬灣上面 拍到下來的青馬大橋 是非常之清晰 他跟平時在青宮跑 拍到的橋是不同的 我懷疑住馬灣的二萬多人 都未必很多人都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盡地主之而 要介紹這班學生 來這個點 雖然上到去都吸氣了 但是都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呢 就欣賞一下這幅風景 那裡是去遊馬灣的打卡點來的 如果未去過 可以介紹去看 跑一跑那個位置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我記得我們拆開一點點說 早前因為就是搞馬灣南 那時候 就是想令到所有街坊 更加關心那個馬灣南發展 我們搞那些活動 就帶街坊去這個 叫做挑戰馬灣之巔 是的 就帶了一班 平時可能少些運動 又可能只是都集中在柏黎灣那邊活動 就未必是去到一些 就是馬灣比較一些郊外的地方 的街坊 就帶他們去上去看一下 還有好像這個位置 前一點點 是八幾年 愛丁堡獎勵計劃 愛丁堡獎勵計劃 他樹立了個碑 紀念回去當年 在那裏做了一個叫大露營 大露營 好像是一個很大規模的 就是愛丁堡獎勵計劃 好像不是只是香港 而是好像全球的 愛丁堡獎勵計劃的一些參加者 都在馬灣做了一個大露營 我們現在還在那裏 看到有一塊碑 是紀念這件事 但是就已經殘舊到 根本那些字都看不清楚 這十年前 那些字還看到少少 是的 但是現在真的 真的沒有人理 有得去這個碑的文字 慢慢風化 其實在現在網上 找回這件事 都很難找到 這個理事 不是很清晰 我最近都上去那個制高點 我的角度和你拍的有些不同 但是我都沒有發現 原來有這個碑 是的 在三角網七站旁邊 是有個碑在那裏 很多文物 很多時候都是非常遠色 就是這樣的 教我們民間發掘 和民間紀錄 可以留下一個 有個終積在那裏 因為我們只要關注著 希望不會令這些歷史文物淹沒 其實還有其他古蹟的 還有個天后廟 同學我們經過我們的舊村 舊村即是現在荒廢了 不過為什麼荒廢 就是因為發展商 就仍然有幾戶收不到地 不過很有趣的就是 怎麼會收不到地 你見不見外面這些深水埗那些收不到地 因為收不到地 而你不起樓 但是這個收不到地這件事 就會在馬灣就會發生的 當然我們會覺得就是 因為發展商是不想放慢腳步 不想扶起發展馬灣第二期 第三期的馬灣公園的責任 而放慢腳步 這條村荒廢了 當然對於我們馬灣來說很可惜的 我們先截一截 發展商通常發展一個地方 政府會給一些限制條件 比如整個公園 或者整個公用地方 原來馬灣的第二期第三期發展 是需要包括一個馬灣公園 如果是城市的話應該都幾好的 是呀沒錯 但是問題是 林鄭也說 有權已經要用的 是不是 有得發展商不理不理 其實我們都覺得這條村 你不理不理 其實浪費了資源 是不是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都不浪費 對整體香港來說是浪費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有空就跑進去 是不是 有空就去釣魚 是不是 我們這次帶學生跑進去 第一 跑進去就有一個九龍關 然後天后廟都仍然在 天后廟以前 天后廟對開的空地 就是去曬蝦象蝦糕的地方 是 我以前都經常去馬灣 我知道很多蝦糕來的 蝦糕其實 應該是一些小蝦 弄爛了之後 沾點鹽下去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蝦糕 現在沒有了 我剛剛搬來的時候 還有 還有 不過聽聞 蝦都不是在馬灣附近捉回來的 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拿回來的 但是 十年前搬進來的時候 我一定見到 一幅幅圓形的燒機 情況 在那裡曬 在那裡排在那裡 我當時也買過 我還記得拿來炒 炒通載的味道 是很好吃的 這個可能 只是我們南越地方特有的東西 是嗎 馬灣有間餐廳 在舊村搬過來新村 其實十幾年前的蝦糕炒飯 現在都聞到 好像感覺到 卡哥做東西 有一些很強烈的特色 我記得 在馬灣還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書院還是什麼 方圓書院 方圓書室 那裡也是一個古蹟 不過他就給一些社企去運作 不過那個運作的形式 之前都不是太理想的 因為你如果搞一個展覽 我覺得就要有人去才行 我覺得在馬灣搞活化的古蹟 應該跟馬灣社區有些連結 我覺得會比較理想 其實馬灣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的東西 原來馬灣有一個書院在那裡 我已經忘記了 書院現在是活化 所謂活化是怎樣的情形呢 可以進去的 可以進去的 不過問題就是 他做一些展覽 其實跟馬灣的生活 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早前就好像給了一間NGO去管 不過是好像近期都完結了 是嗎? 完結了 我們要看看政府再怎樣安排 說起馬灣其實原來都挺有趣的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是有 新石器時代的文物 15句的遺骸在那裡出現 還有這個方圓書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其實很多人知道 九龍關借地的碑石 值得我們去參觀 這一節之後 我們會繼續分享有關 馬灣跑友參與社區的活動 魯Sir主持跑步與健康 我們這一節繼續請來馬灣三藏士 分享有關馬灣跑步和社區聯繫的情形 我們知道你們都有參加CCM 所謂CCM就是中國沿岸馬拉松 如果你聽這個名字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一個香港舉行的馬拉松 叫做中國沿岸呢? 這是歷史悠久 那時候中港區隔很明顯 因為CCM是一班西人搞的 我們叫做鬼佬 譬如是長跑會 那個長跑會 就不是一個跑步的組織叫做長跑網 一個跑會叫做長跑會 長跑會有註冊的 其實這是一個西人為主的組織 以前香港的跑步很少華人參與 我們跑步是由西人帶起的 有一班西人組織了跑會 很早期有一個馬拉松 叫做中國沿岸馬拉松 再之前都曾經有香港的馬拉松 不過最初的馬拉松搞了一兩屆之後 就壽終淨沉了 接手來CCM的中國沿岸馬拉松 比渣打歷史長很多 為什麼叫做中國沿岸馬拉松呢? 就等於我們這一邊 在西人來說就叫做遠東 相比之下就是這樣 他覺得在歐洲來說 我們在東方遠東 所以他就將香港的馬拉松 叫做在中國沿岸 你就明白聽到這個名字 你就明白這個歷史名詞 是非常之悠久的跑步來的 他們組織的時候 其實應該都很感謝的 其實都挺有心他們的參與 不過他們年紀逐漸大了 組織就會老化了 逐漸就會由中國人參與了進去 其實參與進去之後 就有些問題就會不同了 我們知道馬灣壯士 曾經參加過中國沿岸馬拉松 是的 因為這個比賽 我們文明就已久 但是挑戰其實都不是很夠膽 因為他出了名就是魔鬼賽道 你說跑一兩K斜路就不困難 但是42.195公里 差不多九成路段都不是上車就下車 那個路線其實就是差不多是麥里浩敬第一段的來回 大概是這樣 真的聽到其實如果你說是行山 是一個很舒適很容易的路線 但是如果是跑步 還要是馬拉松呢 其實就會是一條魔鬼賽道 所以我和Ernest 當年就想想想想 香港那麼多馬拉松賽事 駕馬又跑過了 這個CCM集遊也好 什麼都好 怎樣都要去跑一次 所謂這個CCM這個中國沿岸馬拉松 為什麼這個魔鬼賽道呢 其實是因為除了他搶山之外 他是沿路進去 出回來之後 就半馬的了 那麼半馬就很多人參與的 因為一次過而已 那麼他回回頭了 落回去呢 那就已經完成一個半馬了 那麼全馬艱難在呢 他不是一條線去到終點就回回頭了 而是double再去一次 那麼對人的意志 是一種考驗來的 那麼除了這個魔鬼賽道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石崗30公里的 那個擺明呢 就是這個馬拉松之前的訓練的跑來的 石崗30公里 他其中有一個10K的 那麼年年都舉行都很多界的了 不過呢 很可惜石崗那個呢 就會撞旗呢 撞CCM這個 很多時候撞旗 那麼另外一個原因呢 現在 好像是由上屆開始呢 石崗那個30K呢 已經改變了那個路線 不再是魔鬼賽道 是10K兜三個圈就沒有了意義 那麼所以呢 剩下CCM是本地賽事 那麼其實都值得我們參與的 那麼你們馬灣的壯士當時參加這個CCM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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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DISQUALIFY 沒有得參與 就是跑步都沒有得參與 但是呢 如果新手的參與 立法局選舉的時候呢 被DQ 就是沒有新血入 那我們覺得 咦我們可不可以透過跑步活動 把一些信息呢 都給引起跑友的注意 那時候呢 我就跟Kevin呢 就一起呢 預備了一個白色的牌 上面呢 寫著DQ 然後呢 就打個靠叉 就希望呢 就說 不希望DQ 即不是說 我們跑步的時候被DQ 就希望大家都留意 原來呢 在這個選舉上面呢 有很多新血呢 都被DQ 大家都留意這個社會的情況 這樣 是啊 沒錯 那其實我還很記得呢 當日一路跑的時候呢 都有一些跑友對我們 就是有激獎鼓勵 也都有一些外國的朋友 我都很記得 他就問啊 你們在搞什麼呀 那我們呢 都借了這個機會 跟他們解釋 順便操練一下自己的英文回話 這樣 跟他們解釋一下 那件事是怎樣 都令到他更加明白 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經常都說啦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 不問政治的人的地方來的 其實只是固著賺食的 因為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香港根本本來就是這樣的 但是呢 就隨著時勢億呢 原來我們明白了 你不關心政治 政治其實關心到 關了 洩到 每一個人的 聽有人講過 不妨講 就是孫中山曾經講過 他説政治是什麼呢 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這句話呢 深入民心 很多人明白了 其實呢 照老sir的理解呢 這句話是值得相確的 以文明國家 歐洲那邊的先進國家 所謂政治呢 就是協調、協商 你在議會裡面 今次你當選 上台了 於是你有兩個黨派 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理念 於是互相商討 互相商討之後 那誰可以舉手通過呢 那你的預案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政治呢 是協商 是不同的利益協商 協商完之後你輸了 下一屆可以再來的 所以呢 就通過選票來表達政治理念 所以呢 不是你死我活的 的東西來的 但如果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呢 那就不同的理念 這是可能是中國人的理念來的 即是呢 威權政治底下 我管理你的 那你就不能反對我的 那你要管理 當然要有權威的 那既然是權威的話呢 就變成你死我活了 我一定要捍衛政府的主權 你不可以反對我的 那所以呢 就落台就會殺頭 甚至坐牢的 所以呢 如果將政治 當成是管理眾人之事呢 我自己的知識認為 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那你們當時參加了這個DQ 反DQ之類的 可能是一種宣洩 就宣揚你們的理念 其實呢 我的看法呢 就是 就算被DQ的人 他所持那個理念 是怎樣激進也好 怎樣有道理也好 沒有道理也好 其實呢 就是可以通過選民的選票 給他們去決定 究竟他有沒有道理 是否值得我們支持 我們要相信選民的智慧 我相信這個也是整個選舉背後的理念來的 就是選舉制度背後的理念 所以就 不是說 由一個選 所謂選舉主任 透過他在網上 或者搜集到 有些人去過往的言論 或者諸如此類 然後就去決定 那個人有沒有資格參選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不理他本身 那個所謂的理念是什麼 而是我覺得 我們要相信選民的智慧 我們有足夠的能力 去判斷這個人 是否值得支持 如果值得支持 我會投他一票 不值得支持 不投他一票 我相信就是這麼簡單 選舉是大家發揮公民意識 是一個舉動來的 我們選擇我們要的 可以進去的人 這個是公民權來的 我們網上可能你們都知道 我不同意你的理念 但我誓死捍衛你的表達意念的權利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牌 一邊就寫著DQ大交叉 另一邊就寫著自決 自決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市民 有我們的決定 我們的選擇的權利 而作為一個喜歡運動 喜歡跑步的人來說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 向往一種自由 向往一個 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社會 我們當時 我記得我都見到你們兩位 都幾辛苦舉著牌 是啊 我們見到老Sir 就好像穿著一雙很自製的肩膀 又是跑得很盡力很努力的 所以我們在互相鼓勵 大家都可以很志同道合地 在賽道上相遇 所以那一刻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其實你們那些牌 好像我給了一些意見 你們那些牌好像你是用紙的 不是 我們找一塊 那些叫做什麼 白板 白板 然後找一些標誌寫上去 是 其實有個病 這裏就容易駕駛很多 是 沒有病的 所以就駕駛得挺辛苦 所以我們就要走馬必 這樣每人兩公里兩公里 這樣交換一下 這樣 如果不是42點幾K 都挺辛苦 那天真的都跑得挺辛苦的 所以我們都是純粹目標 都是想完成的賽事 又不是追求一些要速度 所以都OK的 我現在記起了 其實我提議你們可以用一些筑籤 甚至我自己試過用筷子 可以用筷子 筷子貼在後面 那就容易舉很多 好 下次會 多謝你 其實那次跑步 我們另外除了這個 之外 我們都自帶水杯 自帶水杯 都宣揚環保的訊息 沒錯沒錯 說起自帶水杯 我們大家知道 跑步的時候一定要喝水 當初馬拉松是沒有這回事的 沒有這個常識的 曾經因為跑步的時候 那些運動員不喝水 曾經有人就上了西天的 吸取這次經驗之後 這次馬拉松就有個規則了 要在5公里提供一次飲水 我們知道的跑步的常識 就是每半個小時或者5公里 就要提供飲水 飲品 飲品就可以清水 超過了5公里 你自己按個人需要 你先可以補充 那個電解質的飲品 至於那個水杯的話 其實我們設計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我都有留意 我都支持環保 但是每一樣東西 你要群眾做的時候 記住一樣東西 就是容易做到的 最近這個 渣打的時候 就派過那些水杯的 你有沒有留意過 沒有什麼人用 原因是 不好用的 他沒有東西綁著 沒有東西成的 所以你發覺 那些人拿了之後 是沒有什麼人怎麼用過的 你一定要方便 那你自己設計過一下 譬如你有時候 繩綁得到 容易拉出來用 用完之後蓋回去 那大家可以 就會樂意支持 或者跑步的時候 這些環保的 當然啦 如果你不方便的話 我們跑完水之後 你又要很難這樣處理的話 那些人爭行起來 就有些問題的了 那有關環保 帶水杯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 還有一件事 就要倒水的問題 你要方便被人倒水 才可以得 是的 其實我見到 不過其實就慢慢 我覺得環保那個概念 或者那個意識 是要慢慢地去教育的 其實我見到 其實逐漸都越來越多 跑手是自己帶水 或者帶杯 我想都是文化的改變 只要我覺得 慢慢大家給多點努力 多點宣傳 或者好像魯Sir所說 就算如果搞手想做 想做 都要做好一點 想得貼心一點 例如說 怎樣令到 跑手是令到更加方便 去帶領這個杯 我相信 其實要慢慢地去改變這個文化 其實應該都不會很難的 那我們就 三位都來自馬灣 馬灣之前 都播過一個紀錄片 而引發起 阿倫sir 他都會令到 在跑步上面 有些行動 不如阿倫sir 你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 曾幾何時我們 搞過一次電影播放的 就是 《消失的檔案》 這部電影我都看過兩次 一部在社工的組織播放 一個在馬灣播放的 我記得就是 我們那天還請到一些嘉賓分享 《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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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健超》 做一個影片的分享 我覺得就是 這部電影在馬灣播放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不同的社區都可以播放 不過我的感受就是什麼呢 我的感受就是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即是二千年左右 我也經常去工聯會參加一些活動 我參加過什麼 我參加過拍照班 我參加過一些生藝訓練 我的生藝一二三級都在那裡考回來 即是我那時候覺得工聯會 哇便宜漂亮正 即是遍布港狗 我香港仔的工聯會 又上過堂 土瓜環的工聯會 又上過堂 但是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就覺得 喂 喂 那時候的六七暴動 其實工聯會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 左派的組織 而且在這個暴動裡面的角色 都很 很有爭議性 很有爭議性 有很爭議性 那當 不能不忘記 就是我媽媽都經常提著 我媽媽都經常提著 那時候我媽媽都很喜歡聽電台 她經常提著 林彬這個人 林彬這個人 真的被人殺死 是不是那套《大丈夫日記》 是啊 這個就是商談的長壽節目 十八樓師座 是啊 所以我想一下 原來 就是 令我們明白很多 對不對 其實 但是 在 上年 我就不知為什麼 咦 工聯會 竟然在 因奧那裡 搞一場 十幾的比賽 對不對 那我就 有一點點有感而發 啊 為什麼工聯會 搞比賽 這麼好的呢 好啊 好在哪裡呢 好健康 好健康 啊 在這個比賽的賽道呢 也都是很清新啊 在恩奧 但是呢 喂 但是 你搞比賽 但是你有沒有承認過 那時候做錯了啊 你發動這些 這些東西 對不對呢 那時候還有些 什麼小什麼隊的嘛 衝鋒隊 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啊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個組織 這麼可以搞 今時今日可以搞比賽的呢 不是不行 但是問題呢 我的想法就是呢 你搞比賽 你可以搞很多東西 但是呢 你可不可以 作為一個負責任 或者一個 光明磊落的一個組織 你不妨都表態一下 對以前的歷史 對不對 當你 某某人都可以拿大字經 勳章的時候 其實對 你可以正面地去 就是 承認 就是 承認回歷史 那所以我呢 就 參加了這個比賽 不過呢 我是沒有 叫很多的志同道學 我自己一個人去 為什麼呢 我純粹就是 那些人說我是踏場 其實我不是踏場 而我真的參加這個活動 如果我踏場 然後我有心踏場 就召喚十個八個去 而我是想 真的 了解一下這個活動 怎麼搞 是不是呢 我是想透過一個 小小的號碼 小小的號碼 希望呢 帶出一小小的訊息 就是呢 我是全程呢 有參加過 跑完這個活動 我沒有叫囂 我完全沒有 叫一個口號 不過 只不過用一個小小的號碼 給別人 就是 給我 不要說給別人 給我去提醒自己 就是我參加這個主辦者的活動 我也是 正面地 或者是正確地去理解這個主辦者的歷史 我的號碼報是什麼呢 我的號碼報就是呢 我只是貼著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 號碼報寫著的名字叫林彬 是的 林彬 是的 我是想 我相信呢 就是90年代出生的朋友呢 可能都沒有什麼提醒 就是你認識林彬這個人 但是我想把這個號碼報 寫上林彬 我是想主辦單位呢 就是 看到 有人 戴這個號碼報 有人呢 仍然有人呢 是很介意 主辦單位有一段歷史 有人介意主辦單位對這個歷史呢 是現在呢 是沒有一個正面主動的回應 林彬這件事件是1967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人 其實就名副其實的暴徒 是用了燃燒彈去燒死了林彬的 這件事呢 其實就 有關這件事呢 真的就說程祥有一本書出了的 那那羅恩惠 是否 有一個導演 導演呢 就拍了一部消失檔案 那那他說 不可以在戲院裡面放演 因為呢 為什麼叫消失檔案呢 因為 這個六七暴動呢 是一個香港 必然要提到的歷史來的 那時候吧 那些檔案呢 好離奇的 幾乎全部消失 剩下完剪完片子了 那麼羅恩惠 導演呢 就很辛苦地 搜集了歷史 令我們沒有忘記歷史 無忘歷史才可以記得以往是怎樣的 其實這段歷史在中國來說 其實都承認了是一種錯誤的發動的 文革極左思潮底下發生的暴動 很多暴雷的事件 在他們文革反省的時候 其實已經否定了這件事 不過歷史就很奇怪地 有一種倒退的現象 在香港很奇怪 我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那個搞手叫做楊剛 為什麼給了大字經分章給他 在他臨瓜之前 其實有點倒退 其實這個歷史是倒退的 其實不符合國內 就是大陸對六七暴動的定性 相信這個是有些歷史原因 是因為共產黨其實都不是鐵板一塊 雖然是在國內否認了 但是在香港是很多不同的政治勢力 譬如他們那些經過了這麼久的歷史 卻一所謂回歸 其實就是政權變更了 他們覺得他們的付出就白費了 所以有人會有翻案的現象 所以才有給大字經 唯一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對我們來說 一個歷史的文化 我們不可以割裂開的 所以我們就要重新就有消失檔案 這個商業段台還有一個十八樓C座 這個就是林彬的地址 所以這個節目是一個長壽節目 到現在還有一個珍貶時弊 還有每天都還有播放出來的 這個除了之外 你們晚上好像還有其他參與 社區的選舉之類的活動 你們都好像都有參與的 其實我們就會是 有時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 我們整班跑友 有時都會去環島跑 或者怎樣用這些方式來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其實主要都是想換成大家公民的意識 要珍惜自己還有投票的權利 當然他們投什麼都是經過自己思考過 覺得哪一個投哪一個才是最適合的 這個我們當然交給自己 但是我們就會希望透過 例如這些環島跑這樣的活動 鼓勵他們出來投票 投票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不是每個地區每個人都可以投票的 作為香港的投票權 其實得來不易 我們當然要捍衛 你投誰是你的選擇來的 主要是選擇出來的 既然你上了台的話 理論上你都可以下台 這個是有非常公平的競爭來的 所以我們鼓勵別人參與這個投票的 當然投票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給公民的結果來選擇 他們非常之多謝三位來分享 有關社區參與 社區跑步融入社區的活動 這次我們多謝大家 多謝老闆 多謝老闆 經典獎 動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